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喜歡的明太子丸包 先看看材料,分別有高筋麵粉、鹽、糖、酵母、淡味的油、水、明太子和沙律醬 首先將糖、鹽、酵母放入高筋麵粉,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水,開始搓 以上材料搓勻後,就可以加入淡味的油,繼續搓至光滑起根 攪拌後就可以將糖滾完,然後進行第一次發酵 第一次發酵完畢後,麵團已經發大至兩倍大 就可以把它放到工作桌上 然後輕輕拍打一下麵團排氣 然後把它分割和滾完 然後我們就會用湿毛巾蓋著麵團放在工作桌上,靜止鬆弛15分鐘 然後我們就會用湿毛巾蓋著麵團放在工作桌上,靜止鬆弛15分鐘 鬆弄完畢之後,我們就可以做最後的造型了 我們會將麵團壓扁,然後捲成長條形 造型完畢就可以進行第二次發酵了 滾入烤爐之前,我們會在麵團上面割一刀 然後放入已經預熱了180度的烤爐度,烤15分鐘 我們可以趁這個入爐的時間製作明太子醬 我們可以將明太子和沙律醬以1比1的份量混合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濃味一點的話,可以加入煙燻紅椒粉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的話,不加也可以 麵包焗了15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在烤爐裡拿出來 然後沾上明太子醬,再烤5分鐘 再烤5分鐘 這個日式風味的明太子圓包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會在烤爐裡的冰箱 然後放下一個很大便 我們會在烤爐說明天 我們會在烤爐上的燈? 我們會在烤爐里拿出來